你看人家李太想着玩 想着啊 多久就先抢主卡 再决定加倍不加倍 高端赛制斗地主啊 伤心的时候 陪他去老公去纽约库 去罗云库啊 去巴黎库 你说这点破钱让你赚的 脚兔伤口的 你看张大大这多厉害啊 活生生的一个人 既能连接发动机 又能连接打印机 赛博朋克2077 我就说 妈呀 不用看到颜和祥 就能看到郭麒麟 我还抖手 我精神抖手 大司马为什么被黑 大司马为什么打得这么菜 大司马为什么凉了 你看这些问题多浪漫 他们是彼此的答案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在你右边再画一个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 在你右边再画个 在你右手上比过一个 左边右边 彩虹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龙 这叫咱要的彩虹 大家好啊 我是王建国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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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这个就只是造型帅 但搞这并不怎么样啊 刚才我一直在这个备战间 看我们这场节目 越看越生气 主要就是生李旦的气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公司现在所有的节目 都被他改成比赛了 他今天他自己在家也不写段子了 今天蹲家里研究赛制 研究怎么能比的更激烈 这家给你能的 你咋不举办奥运会呢 就我现在参加这个破环节 主咖都说完了 又把我顿上来 也是他出的主意 他想的一个什么高端赛制 你们刚才也都听到了是不是 就我现在说一段 如果表现的全场最好 那我们队的主咖 就是在本场获得的积分 就将会翻倍 你看人家李旦想着玩 想呢 多久就先抢主咖 再决定加倍不加倍嘛 高端赛制斗地主啊 然后我也得到全场最高票 全场就二百观众 但可是得了一百八十六票 所以拿你这个赛制的话说 我要不起 我告诉你 有机会 我觉得有机会 嘎嘎一顿准备 上来说完 啥有没有 我有点吓进来 这些嘉宾我看着也来气 真的 就宋方金老师 号称是一个知名编剧 当年人家还出过书啊 叫这个给青年编剧的信 我当时就被触动了 我心想我正好是青年编剧啊 那前辈的经验我得学啊 是不是看一封信能用多长时间 买 买回来看厚厚两大本 我给看完了 看完了之后我发现 我已经是一个中年编剧了 用不上了 大哥你自己不编剧 你抢占市场的方式是耽误我们的 马世春老师也非常的烦人 就是我们前面是有个真人秀环节 你们到时候能看到 就是我们第一季就选手集结 啊都聚在一起 马世春当场就说了 说哎呀 经常看我们这个脱口秀大会 说最喜欢的就是护兰 最不喜欢的就是王建国 因为护兰的段子更高级 不是 你喜欢一个人就行 你带我干嘛呢 你喜欢一个人 还喜欢出优越感人 照你的说 那我最喜欢的是周冬雨 我拿护兰给你换吧 欺负人 蛋壳是不是 表情贼拽 拿票贼赌啊 说话贼横 但是我就不知道 我说你这个说唱 就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是不是 不就是说话快吗 就又没内容 说话又快 就跟我小时候我们村口 那泼妇妈街 就一模一样呢 也是骂的都非常的快 为啥快 农忙啊 知道吗 就是就得赶紧骂完 赶紧就回去干活去 好多农作物 那啥时候栽培 啥时候施肥 那都是有讲究的 我们的土豆和地瓜 都under肥沃的ground 你对待这些农作物 你要有最基本的尻尾的 那根茎类的植物 那最怕的就是死根啊 在场还有一个狠角色 马叔老师 我看着你 我就没有别的想法 我就想直接给你跪下 真的 就求你 就能不能就赶紧淘汰 赶紧走行吗 我就怕你万一 跟我们哪个脱口秀演员 交上朋友 我们就全完了 就虽然我们是喜剧演员 但是我们也承受不了你这份 就是含笑九泉的友情 对吧 易姐是我们的队长 我们队长 就你们一个一个就过来 吐槽我们易姐 就也不吐槽别的玩意儿 就抓着人家嫁错两次 就这个事说的没完 这个事我必须得帮易姐说两句 但我确实也无话可说 就觉得我也纳闷的为啥呀 就连续两次嫁错 婚姻有这么难吗 那易能进第二次不就加队了吗 那我们这个选手们就集合的时候 人家易姐也说话了 确实是说过他欣赏我 马世纯你看看 你不欣赏我 有人欣赏我 你眼光好 有人眼光不好 但是就是你们这个队伍 给我们想的这个CP名字 是不是也太吓人了 我联想起易姐过往的种种 你以为我们叫这个义国他乡 你听着就好像是 就我犯了什么事 要畏罪潜逃一样 对不对 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 非要让我在易姐和他乡之间 做出选择 那我选择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看蒙奇奇当时那个微博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 就这个什么凡尔赛文学写的什么 以后要挣很多钱 他们刚才也说了嘛 就可以在他老公伤心的时候 陪他去老公 去纽约哭 去伦敦哭 去巴黎哭 你说这点破钱 让你赚的 你脚头伤哭的 人种挺高级的嘛 多好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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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意儿 来了 你没点的 什么玩意儿 颜和祥 颜和祥老师 颜和祥老师 现在能以一己之力 上各种大综艺节目吗 是能力强吗 当然不是 这是郭老师 对颜和祥的一种补偿 这个情节呢 我们以前经常在这个 经典的肥皂剧里面见过 就一句话概括就是 这里是500万 你现在马上离开我儿子 挺好的 挺好的 其实我也是 你刚才提议说 我们的肖国文化病毒等于是 我也很喜欢啊 很喜欢 我也是06年开始 听你们社团的这个相声 然后你现在不是缺搭档吗 咱们一合并是吧 你看我 其实我这些年 跟着李蛋屁股后面 留续拍马 也算会捧根 咱俩咱俩就组个搭档 是吧 组个搭档 咱俩说个相声 两个捧根在舞台上 特别好 这场相声就是没别的玩意儿 对吧 就是嗯 对 嗯 得嗨 对不对 嗯 不对 相说的跟判卷似的 只有对和不对 我就你们刚才说 张大的油腻 我就在那观察 真的假的 一看确实油腻的 就令人发紫腻的 都能滴出油来 我那看了一会儿 我就觉得 如果我现在在开车 我身边坐着张大的 我就会特别安心 对啊 开到野地里 车没油了 哎 你把张大的 跟发动机脸上 车还能再跑200公里 对不对 张大的还是说 这许志愿老师 劝他多读书 别读了 张大的你肚子里 但凡要有点墨水 那也都是油墨 谈吐之间 喷出点来 能直接用于印刷 你看张大的 这多厉害啊 活生生的一个人 既能连接发动机 又能连接打印机 赛博朋克2077 是吧 许志愿 这个 许志愿老师 对文化的解读 你也别全听 就很奇怪的 我看许志愿老师说 人家寒寒写的文字 太浅显 太直白 让人没有任何 就阅读障碍 所以寒寒没文化 许志愿老师 这是个啥不可标准呢 照你这个标准 世上最有文化的人 就是我老舅 我老舅 我老舅脑血栓后遗症 他写那个文字 你快去看看去 全是阅读障碍 我老舅 抖手这个病 是怎么得上的呢 很辛酸啊 就我老舅 他是德云社的粉丝 特别爱听 郭麒麟和颜和祥阳的相声 后来这不是 基本就听不到了吗 活生生就急出了病来 再后来呢 他在综艺节目里 偶然看到了郭麒麟 病情才有所好转 可就在得知 综艺节目里 只有郭麒麟 没有颜和祥 之后 我老舅的病情 彻底好了 彻底好了 特别好啊 很健康 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老舅啊 还抖手吗 我老舅说 哎呀妈呀 不用看到颜和祥 就能看到郭麒麟 我还抖手 我精神抖手 不愧是我老舅 看个综艺真的就有点危险 但你收看许致远老师的节目 你就不会遭受这种痛苦 你会遭受到另一种痛苦 就是真的总有人说 看许致远老师的访谈啊 尴尬的想 让他用脚趾头抠地啊 形容尴尬的 形容得挺精妙的 但是你们不会将心比心的 对不对 你尴尬的想用脚趾头抠地 那徐老师就不想嘛 对不对 徐老师为什么这么爱 穿人字图 抠地方便啊 你就比如说 你接受许致远老师的采访 聊到中途 气氛变得尴尬了起来 你想用脚抠地 但是你穿了个靴子 哎你就抠不着 人许老师穿个人的图 扣起来那么方便 就有人说嘛 许致远老师 看他没事访谈别人 怎么就在北京 开得起一个书店 那么大书店哪来的 都是许老师 一脚一脚抠出来的 别生气啊 许老师 是一个开玩笑的节目 开玩笑的节目 没事没事 再说说 再说说 我的好朋友 雪芹 刚才那个严老师吐槽我 我俩 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俩是什么商业CP 联手赚钱吗 没有的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打成我俩这个CP 红了以后啊 我和雪芹 就没有一起拍广告 没有拍广告 我俩一次 一起拍广告都没有 就是为啥呢 就是怕观众反感嘛 你说大伙都挺喜欢我俩的 别整着整着 是吧 本来就是盼着我俩奔线的 结果一看 我俩变线了 这不好 这不好 不能为了挣钱 啥事都干 啥话都说 这段话呢 就是圆缝不动 当场送给维亚 真的 就是你们这帮 他们这帮直播卖货的人 为了卖货 什么煽动性的话 都说得出口 你看李扎琦一张嘴 所有女生们 维亚一张嘴 维亚的女人们 咋的世上的女的 都被你俩分了 那我是不是还得问问 李月勤 到底你俩谁的 我决定以后跟谁雇 是不是 想这场半决赛了 是吧 这次我要是在侥幸入围 那就只剩下最终一战 胜利就在眼前了 朋友们 我仿佛就能感觉到 又一个亚军的向我招手 拿习惯了 拿习惯了 不拿不得劲 就总拿亚军这个事呢 大伙也经常劝我 说建国你看开一点 这也是一种荣耀啊 这就好比奥运会 他们呢都是流水的金牌 只有你 铁打的银牌 我说铁打的 那叫铁牌 你说都给我发银牌了 好歹往里面搁点银呗 行吗 这都是什么银呢 金银这些个玩意儿呢 大司马老师 他就研究的 就比我透彻 人家打英雄联盟 专业打的嘛 常年奋战在这个金银断位 总之拨打黄金举 挺厉害的 你要知道就黄金上面 就没啥排名了已经 你看银上面是金 金上面就只有银金 钻石 大师宗师和王者嘛 就啥概念呢 就你作为一个主播 你个断位就不能再低了 再低就进地库了 那都不能叫断位 那叫车位 这还好意思号称自己战绩不错 赢得居多 你废话 你可不赢得居多吗 你一个专业运动员 你就混进幼儿园 跟小孩比赛跑 你还赢得居多 你输的时候是咋输的呢 你是没带腿吗 你就在搜索引擎上输入 就是大司马 为什么 就说这六个字啊 就后面不用跟东西 就是大司马 为什么这六个字 你就能收到各种标题 大司马为什么被黑 大司马为什么打得这么菜 大司马为什么凉了 你看这些问题多浪漫 他们是彼此的答案 为什么两个被黑的吗 为什么被黑打得菜吗 为什么打得菜 人家怎么知道吗 就大司马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问题就是他亲自上网问 为啥 你说我们就爱打游戏的人 对大司马这么多抱怨呢 因为大司马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失误 人大司马都有诚 为自己辩解 技能扔偏了 这波不亏 被反杀了 这波不亏 卖队友了 这波不亏 那你最后是咋输的呢 这些波都不亏 为什么加在一起就亏了呢 我就特别正正地望着你 正正得富了 队友被抓 你不帮弹幕骂你 大伙也看到了 跟人说 你们就只想到了第二层 你们以为我在第一层 其实我在第五层 说完完事了 那你是不是好歹解释解释 第五层到底啥意思啊 你就看了你那个队伍的比分啊 都凉透了 第五层为啥这么冷啊 第五层是平流层吗 后来就因为 像我这般愤怒的网友 出于对大司马的失望 把他的这些就是诡辩啊 剪成了鬼畜视频 发到了网上 大伙看完视频都疯了 纷纷表示 这太逗了 真好看 大司马因此翻红了 还有网法吗 还有法律吗 罗湘老师 这事你不管管吗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就是游戏打的菜啊 法律允许 但是不提倡 对吧 但是这个事 还需要劳烦法律 不提倡吗 谁能提倡啊 纷纷老师也是挺忙的 我知道 一来我们这就讨论哲学 假一回去就跟人普及 狗咬了你 你能不能咬狗 这种问题 对不对 嘴里说的都是苏格拉底 心里想的都是拉不拉多 别这样 你也为我们考虑考虑 是不是 管管大司马 因为一会儿大司马要上台 您就抓住他 不让他上来 你就对着他一顿训斥 训斥完之后 他能不能改 我不知道 但只要他上不了台 我就晋级了 谢谢罗湘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让我吐槽中意啊 这个张老师 问我这个 饭碗还是 其实我确实不敢 不敢 你们不知道啊 总共我就没上过几个中意 我跟人客客气气的 都不让我去呢 你还吐槽人家 更不让我去了 对不对 这样是吧 我就吐槽中意节目啊 但是我不提 就节目的全名 我不说全名 你也听不出来 是啥 不得罪人 是吧 有个中意叫那个 乘风破浪的解什么门 呃 不是 不对 我只是提一下 不会吐槽的 对 不让你去 这样也不行啊 对不 还是能听出来 换一个啊 有一个节目叫 做家务的男神嘛 咱就把菜坑打到 全打在这个 照片的边框上啊 就是家务节目 家务这个节目 挺有意思 唯一的败笔 就是请了李淡去 他也不做家务 我就问过李淡 我说你好意思吗 你自己合计合计 就是做家务 这三个字 你占哪个字 李淡说 我占做家两个字 不愧是做家 真懂字 对这个科节目 我就只有一句话 想说 就是他不做家务 我做 我做 我做得可好了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还有一个节目 叫奇葩说 有人说 这回你咋不打马赛克呢 他就傻字 我打了你们 就真听不明白了 真的 奇葩说呢 是一个辩论节目 可是他们坚持到今天 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乎 去的人会不会辩论了 你看成禄就在那个节目里 今后承认过 他不会辩论 辩论挺好的嘛 对于这种没有底线的节目 我只想说 我也不会辩论 你们依然可以考虑考虑 好不好 有人说了 说王大国 你这个配叫吐槽吗 你这不就是一封求职信吗 我是真的不敢 我是真的不敢 因为我特别讨厌麻烦 我这一生都在逃避麻烦 但是吐槽吗 要不这样吧 我就是我完全 不指定 就是节目的名字 我就说这一类综艺 好不好 就说节目类型 这样就可以说点正经玩 你看就有的节目吧 整一堆年轻人 拿综艺节目 就放在一个地方 集中培训 根据他们的表现 又来评出这个优良即可 很多 不是说喜欢才去的 去就是为了拼一个就业率嘛 选手一来 有的那节目来了 好几十个 有来一百多个的 乌阳乌阳 跟人才市场似的 都是来找工作的 过去说评委老师你好 我什么也不会 请问我能干点什么 你说你能干点什么 你好像得会点什么吗 对吧 选出来之后 不管是什么团 每个人都是担当 什么唱歌担当 跳舞担当 颜值担当 搞笑担当 一出点啥事 所有人都往后躲 哎呀 我可没这个担当 我们葡萄大会 就总是这样 总是这样的 这混乱 你看有这个新闻界的 有这个小品界的 歌唱界的 假唱界的 就是 李飞嘛 就是我们管 假唱界的界的 李飞就贼狠 真的 就一般假唱 被发现的 就分几种情况 比如说 麦克风拿反了 被发现了 口线上对不上 被发现了 飞儿都不是 他是六号了 他就是 就这么拎这个麦克风 在舞台上 正正出神 这嘴纹湿不动 但是舞台上 却回荡着 他甜美的歌声 你说他当时 他咋想的呢 就在那想事 在那 哎呀 这歌 这歌谁唱的 咱那么好听 听着 听着好像是我唱的 呀 不对呀 我也没唱啊 后来 后来就发现了嘛 就赶紧发现了 就赶紧开始 对口型 但是一慌 忘词了 口型就没对上嘛 人在舞台上 是很容易忘词的 这就不得不说说 提词器的重要性 你骂一楼子 陆姐姐们 真的是很容易挨骂的 你看这个金沙姐 对不对 在演员里 这个咔咔一顿演 演完就被张子怡骂了吗 说演员这个职业 难道是最低级的了吗 所有人都要来这 分一杯羹 我们金沙 已经快十年 没接到戏了 所有人都分一杯 张子怡我告诉你 我们金沙 一杯都没分走 眼瞅就要饿死了 别生气 别生气 说着玩呢 金沙其实也是有很帅的时候 真的 金沙有一首歌 被质疑是抄袭 但是人家马上就发微波说了 说这个歌 演唱的版权 姐买了 词曲演唱改编版权 姐都买了 姐可以唱 你看看多硬气 硬气不硬气 这个事 如果换成李菲尔老师办 他会办成什么样 只会更硬气 演唱的版权 姐买了 姐可以唱 但姐不唱 姐播放给你听 说着你丁泰生老师 丁泰生 天堵的声音 说人娃娃 这不好那不好 这孩子都说哭了 是 像您说的一个作品 任何人都有权评论 但是咱评论的时候 能不能就稍微 就是客气一点 一丁点就行 真的就是这个 不难的 除了一丁性 谁都说得到 真的 就说就娃娃还问 丁泰生 你说我唱的不行 那你来一段 丁泰生说 我不会 不是老师 你可以不会 但是你不会 你领然个傻 你有什么好正义的 也不是你俩搞对象 对吧 娃娃问你 那你以后会出柜吗 我不会 长江老师 长江老师是这个 让人非常敬仰的前辈 但是跟大家都看着了 前阵子因为不认识 蔡徐坤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在网上一顿疯狂的攻击 好几十万条评论 而这些人当中 就有我 长江老师 真的你认不认识 蔡徐坤 那是你俩的事 我就问你一句话 那李也行和孟和唐 般配吗 他和孟和唐般配吗 我就觉得 他都不如我和孟和唐般配 蔡明老师也是 跟着凑啥热闹 我本来一直很喜欢蔡明老师 因为蔡明老师 以前来过我们节目 我还要到了一张 他的签名照 我就很高兴 我拿回家之后 这张照片呢 就一下被我爸藏起来了 然后后来呢 我妈发现了 俩人吵吵闹闹吵了一年多 过年在这儿啊 刚平息 袁宵姐 您咔 娶了个儿媳妇 谈笑之间 破坏了同一个家庭 两次 蔡明老师 我恨你 我妈也恨你 真的 蔡明老师 长江老师 这个我的表演 马上就要结束了 一会儿咱们挨个上 一会儿总会轮到 你俩表演的 轮到您二位的时候 你们就好好表演 放心吧 我一定会给你们捣乱的 谢谢小家 老舅啊 既然你今天来了啊 我正好有一个问题 很专业性的问题 想要问问你 你说 就是咱俩呀 在自我介绍之后 还应该 再干点啥 我许咱俩应该先分开 行 你都啥飘输了 还干点啥 咋呢 你努力比赛 你必须夺冠 夺冠 夺冠我也不会啊 你反思 你为啥啥都不会 你看看王勉 王勉的脱口袖水平 咋样 很一般 你看看大张美 那些破纲咋样 非常烂 但是人家舞台效果 就是比你好 比我好 说明啥 说明我还是只能拿亚军 说明你应该搞音乐脱口袖 音乐我更不会啊 你不会不是有我的吗 有你 有你 大声告诉他们我的名号 过期音乐人 天吓死我 吓死我 知名音乐人 知名音乐人 我代表作 你没听过吗 去年烂大街 今天没人唱 野狼第四口 你要是真不会说人话 你点头就行了 我那歌你到底会不会唱 不会唱 你点啥 你别急 别急 别急 我记得 我记得有两个字 三个字 龙 有彩虹 是不是 是不是 说对没说对 你还能记住几个字 反正就能唱 能唱啊 也能唱 好 行 但是我看你这体态也不行 我得给你调调 建国 唱歌人就是 王启八 王启挺 小腰得挺起来 挺起来啊 得自信 就是这种 就是穷横穷横的感觉 就是这个感觉 对 能行吗 行 真的好 音乐 起 有 大背头 BB7 五次离的067 东北出在霹雳地 低节扯我也着急 不管多热都不能脱线 我的皮大衣 全场动作 必须跟我整齐画一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在你右边再画个 彩虹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在你右边再画个 在你胸口上比过一个 左边右边 彩虹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龙 直接打腰子 彩虹 这样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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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这样太鼓掌了 音乐给我弹 给我掐了 不是 你就只会说 仨个人 那是字面意思 你就会唱 龙和彩虹 老弟 我告诉你 我今天 我来这是干啥的 对 我来这是让你夺冠 今天你必须夺冠 我再捋一遍 你一共会唱两句 第一句是龙 下一句是彩虹 行 行 弟弟 弟弟呀 特别好啊 弟弟 你也算是个直立行走的人 没事 没事 这么多捧场的 能唱肯定能唱 还是老规矩 唱到你的词 话筒一递给你 你就唱 能不能再来一遍 来 找着节奏 节奏 一二三 来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龙 在你右边画一道 龙 较远的东方有一条 龙 阳光 彩虹 小白马 呜呜 安心来得太快就像 龙 绝风 这啥啥啥子 是不是演会 还有歌 还有歌 我想一下啊 路边的野花 你不要 きな Fei 彭 哦 � gen 想能安放 那红 隆隆 滴泪雨霜 在我的窗前 我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爱慕隆隆隆隆隆隆 爱慕隆隆隆隆隆隆隆 老舅 站起来呀 你这个精神头 你得直愣起 你别耽误我呀 说好好的 你来这里是为 干什么来的 告诉大家 我来干啥 我来这里 推荐推荐 我新歌得了 哦 爱的 跳跳舞 相互配的相互 不会搞 party party baby我不怕 不信 我跳爱的 跳跳舞 给我最高的温度 为何 黄学国 黄学国拼了 哈哈 谢谢